请问现在医学的发展是否可以改变人家 首先这个医学的发展呢 当然对人的正常的体能的变化呢 还是有帮助的 比方说你身体如果真的是肉体病的话 那么你吃了很多的药呢 那么能够改变你的身体 或者有很多现代化的机器 可以测量你的这个医学身体的各种疾病 但是呢很难医治人的心病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呢现在人被物欲所染 内心的痛苦不是说打针吃药能够治疗的 比方说你一个人到医生这里 医生你给我打一针让我能够不要痛苦 我现在想不通 那我想不自杀 这种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呢医学是解决人的肉体病 而心灵的疾病呢我觉得呢 那是更重要的 所以呢医学虽然能够让人能够长寿 但是人想不通自杀率每一天在全世界会将近有几万人 这些都是负面的负能量的影响 所以虽然医学能够给人帮助 但是呢由于思维的这个想不通的这种烦恼啊 和忧郁啊那种恐惧症啊造成人更大的对自己心灵的伤害 那么现在免疫系统的降架就造成了现在社会造成了很多过去没有的疾病 所以医学再先进也无法抑制人的心灵的毛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通过人的思维的改造和思维的改变 来让人的心灵呢得到更进一步的健康 让别人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 让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前途 这就是让人能够接受现实 又能改变现实最好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呢 就是要用佛法和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佛法 还有一个传统的文化教育 让我们懂得人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在社会上应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得到锻炼和成长 对待困难对待挫折都是暂时的永远要往前看 佛法讲今天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 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因为都会过去 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看到明天 看到自己的将来 让自己的心灵真正得到解脱的人 也就是有智慧之人 所以学佛的人就会充满着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要弘扬佛法 让更多人能够理解自己又能够理解别人 实际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能够理解别人就是理解自己 更好的理解自己又能帮助更多的人 这就是佛法讲的度己度人 能够让世界更美好 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佛法 学习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非常谢谢 感谢你 大家 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